建议使用手机线上申请比较方便拍照上传证件 线上表单设计的非常好 比用纸本写还方便 会帮您检查未填妥的地方 以及基本资格的检查 还可用手机触控直接手写签名 比直接纸本写还方便省时 这边我们用电脑示范比较容易让您观看 如果手机之前已经有使用 Chrome浏览器者建议在开启浏览器后 右上角或左下角点选项图示 选新增无痕式视窗 避免暂存资料影响输入正确性 新安装浏览器者可省略此步骤 手机开启浏览器后 在浏览器网址打上网址搜寻 会看到卫福部的线上申办网页 可申请隔离检疫者防疫补偿 照顾者津贴及查询申请进度 点选隔离检疫者防疫补偿 申请总共有六个步骤 第一步是阅读条款 首先会请你确认手机的相机授权是否有开启 通常在安装浏览器时就已经有开启手机的相机授权 或者是把相关的证件先拍照存在手机内 就可不用检查相机支援授权 两年内皆可申请 可以选离封时间上线申请 若受雇于公司或企业 请先下载请假及无知心切结书 并请公司先行开吏 未满20岁请先下载代理人同意书 并先行签名 条款阅读完毕后 请勾选本人已阅读以上条款 下方会出现绿色的线上申办按钮 点选进入下一步 第二步是选择身分别 隔离及检疫期间是否有知心 是否109年3月17日之后出国 三个问题的勾选询问 填妥后点下一步 会出现需要减负的证件提醒 有身份证证反面 存折封面 隔离及检疫通知 请假及无薪假证明 建议提供邮局账户资料 会更快速拨款 看完后按确定进入下一步 第三步是填写表单 填写基本资料 证件字号 姓名 电话 地址 出生年月日 电子邮件等基本资料 还有申请项目 防疫隔离请假日期 及知心状况及金融机构代码 及局账号 电子邮件 势必填项目 填妥后 点下一步 第四步是附件上传 将准备好的证件 从手机拍好后 选择照片上传 或直接拍照给申请表单 点选选择档案即可 需要国民身份证 证反面 存折封面 隔离及检疫通知 请假及无知心证明 填妥后 点下一步 如是企业受雇者 会直接到第六步 第五步 切结证明 填写从事的工作 及线上签名 即可到下一步 第六步是做申请表单的检查 确认无误后 点签名 可直接线上手写签名 填妥后 按确认送出 即可完成申请